据陶媒体报道,TFBOYS成员易烊千玺是八般无意,洋洋精通,除了唱歌演习外,跳舞更是他的本业,近日他说要担任选秀节目《这就是街舞的队长》,受访时透露曾有替身带跳,粉丝却都以为是他,于是狂练习最终在出道三周年舞台上秀出成果。 近日接受访问时,易烊千玺透露在选人方面,看重舞者的编排,他当对手的优势在于个人风格会更明显。 至于在录制节目第一集录制结束时候说太难了,他解释是,感叹中国节舞发展得特别好,有很多特别高水准厉害的舞者,但是因为毛巾数量有限,所以不得不刷一下很厉害的选手,所以当时就感觉选人特别难。 被闻到练舞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,易烊千玺表示,是2016年三周年的舞台。 一支舞蹈,然后里面有一个后空翻动动作,后空翻动作就是练了很久很久很久,无数次了,因为最开始是14年还是15年一个Q空间的一个广告的视频,然后里面有一个我的替身做这个动作,然后后来从那个,那个时候粉丝以为是我做的动作,然后我说行,那我也喜欢这个动作,然后我也就是练一练,然后我也再展现给你们看一次,然后就从那开始之后一直练练练练练练,然后到三周年。 谢谢大家